由于岛内经济不振 台北东区商圈人潮减少 然而店面的租金却居高不下 商家接连官张 空置率不断攀升 为了鼓励房东降低租金 台北市政府考虑征收店面空置税 不过房产专家对此有不同的意见 铁门拉下来布条挂上去 台北东区商圈随处可见带租店面 但房东宁可空置房屋 也不肯降低租金 为挽救商圈 台北市政府正考虑 向空置店面的房东征收空置税 促使房东降租 不过有房产专家担忧 空置税若在台北全面实施 恐怕难以制裁资金充足的大房东 小房东反倒遭殃 另外房东也可能将税金转价 抬高房租或以假出租 掩盖空置的事实 你一个税的执行的话 你不太可能说只针对某一个区域 进行一定是全面实施 那市民会波及到一些比较无辜的店家 不单单是说一个税的这样子的一个课征 可以就是振兴一个商圈的发展 房产专家认为 台湾总体经济衰退 影响零售产业 商圈没落是消费者行为的改变 台北东区动能不足 人潮转移得思考转型 营造独特性才能够真正的活络商圈 市专家